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抢口为座的Straddle也选择了跟住 花了一万刀入持 翻牌387彩虹面 JR翻牌面中赛 毫无疑问 这对于Codex来讲也算是割萌了 Kidding翻后选择下注 果然他才是那个做大抵持的罪魁祸首 看到有人加注啊 JR很有可能啊会直接往回推啊 仅仅选择了跟住 面对一个下注和一个扣 火星哥的Codex啊如果去做保护性下注 那就要出事了 不出意外的话 这应该是一个加注了 这一轮5000 至少也得是一个double 我不止啊 这恐怕得有10万了 Risk到了7万刀 JR脸上面无表情 但是心里肯定在偷着乐呢 这手牌火星哥后手就还剩下8万刀左右 果然啊JR毫不留情啊 直接交了对手的欧印 哎 火星哥的筹码丢了出来 一颗筹码就代表着他手里所有的筹码 全部都要交出去了 36万2000刀的底持 可怜的火星哥 Codex就要这么被干掉了 只有转拍和合拍的Ace啊 可以救他 咱们可以来统计一下 这25手牌啊 到底谁出现的频率最高 转拍一张黑桃三 JR做成葫芦 合拍 这 我的天啊 这都有的翻吗 不过还好啊 是发两次拍 第一次拍火星哥运气不错 掰的鼻子掉了对手 第二次发牌一张八 JR又是一手葫芦 最终合拍 还好没再看到一张Ace啊 那就太重心了 最终两个人分钱 好 排名第24的这手牌 36万5000刀的底持 来自于艾伦Kidding Kidding拿到AK 先手Race到了7000刀 被艾伦脏树农用口袋圈给推了回来啊 圈圈三败到了2万2 激进的Kidding啊 这有可能要去做四败了 如果经常看哈斯拉超高额的朋友啊 都很清楚 艾伦Kidding到底有多疯狂 Kidding加入之后 艾伦脏树农干脆推出了自己所有的筹码 最终底持被锁定在了36万5000美刀 看看到底是双高牌 更猛一点还是口袋对子啊 更厉害一点 当然啊 富豪们为了避免波动 还是选择发两次 第一次发牌 翻牌247 转牌一张3 这给了Ace一张卡5的顺子停牌 隔牌 没有 圈圈笑到最后 第二次发牌 有K 又要和上一手牌一样 又是一个分钱的牌面吗 转牌一张勾 这 脏树农啊 凭借一张圈 第二次发牌 做成了顺子 倒霉的Kidding 两次发牌都被发死 好 23名这手牌 来自于咱们熟悉的盖哥 翻牌盖哥用90草花 在装卫做的家住 被Dylan给推了回来 大飞于Dylan的A4红桃 要和盖哥血拼到底了 翻牌269 盖哥拿到了顶盖 翻牌进攻的Dylan 翻后 这是要继续开枪了 持续进攻 永远都是最好的防守 13000刀的底持 Dylan做了很常规的 三分之一波的下注 这么干燥的牌面 盖哥应该在想 对手会拿到超队吗 自己可能要去试探一下 当然跟注也是没有问题的 加注当然也可以 盖哥直接起瑞斯 加注到2万 他希望对手 如果没有大牌的话 可以在这付给自己 如果对手真的很激进 推出来的话 或许这一对9也能盖掉 Dylan仅仅选择跟注 那这么看的话 应该不是超队了 转牌一张红桃石 给Dylan发成了A花听牌 盖哥的牌力也大幅度提升 拿到90两对 现在的盖哥可能反而希望 Dylan是一个超队了 这个时候盖哥 看起来是要继续去打价值了 底持5万3 盖哥下注3万5 毫无疑问 Dylan这个牌啊 肯定是要去扩的 或者呢 直接拿着自己的A花听牌啊 做一手三面不拉 直接推回来都有可能 那么这个底持啊 就这么失控了 Dylan推了欧印 这个欧印非常的大 瞬间把底持啊 拉到了25万6千刀 盖哥只要扩下来 40万刀的底持就有了 监管了大风大浪的盖哥啊 因为这个大底持都站了起来 确实40万刀 即便对于一个有钱的职业牌手来讲啊 也不得不重视 盖哥摇了摇头 最终他选择了跟住 Dylan把自己的命运啊 都压在了一手听牌之上 不到三成的胜算 来看合牌 哦 一张二 盖哥笑到了最后 拿下这个38万9千刀的底持 恭喜盖哥 好 第二十二名这手牌 40万刀的底持 来自于中国牌手韩 这手牌韩九十黑桃做的三败 被WM用A3黑桃给推了回来 面对一个两万一千刀的四败 这一手九十黑桃啊 其实完全可以走了 而韩不知道的是 如果真的入池看到两张黑桃的话 那么噩梦才是刚刚开始 韩扑了下来 冤家牌要来了吗 黑桃黑桃 三张黑桃啊 我刚想说翻牌面就结束了 但看起来韩好像还拿到了一个双头铜八顺的听牌 这手牌是真的有的翻啊 翻后WM继续进攻 这枪打得很轻啊 毕竟三张黑桃的牌面 他担心如果对手一张黑桃都没有啊 很有可能他扩不下来 他希望用一万三千刀的下注来留下一张K 盘着里 他在钓鱼啊 转牌 草花一死 这下WM更加可以肆无忌惮的进攻了 如果对手真的是用AK在跟住的话 那么这手牌肯定能拿到不错的支付 这一枪大概又是一个超半池的下注 第十七万 WM下注四万五 如果韩会担心对手拿到一张大黑桃的话 说不定他转牌啊 就会做出一个让他后悔的举动啊 厚厚的一摞五千的筹码 啊 丢出一个时间牌 但是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加注了 迪池应该会在转牌啊 被瞬间拉大 最终韩还是选择了跟住 他可能还是想啊 如果真的推出欧印 跟对手血拼到底 万一合牌看到黑桃 那自己损失就太惨重了 他选择求稳 可是最后合牌没有黑桃 这对于韩来讲啊 反而更是噩梦啊 连续两条街的下注都被扣下来 WM继续打价值 直接叫了对手的欧印 结果咱们应该都知道了 韩恩是盖不掉自己的甜桶花的 摇了摇头 他虽然已经觉得不对劲了 但是真的负不掉 该死的 底时41万 恭喜WM 好 咱们继续来看排名第21的这手牌 40万刀的底持 来自于尼克埃尔布 分前 Charles AK黑桃座的家注 被尼克埃尔布拿着 AK草花给推了回来 Charles并不服气 继续推了四败 这是一手AK和AK之间的战斗 不知道这手牌啊 是否能够分出胜负啊 同排型 不同色的牌啊 分胜负 那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情 咱们不止一次看过AA对AA 结果呢 红桃黑桃连掉四张 被发死的情况出现 来看看这手牌的结果 翻牌 A7钩 两人同时拿到TPTK 但是牌面没有草花 尼克埃尔布已经失去了 可以独吞底持的可能性啊 Charles当然还有机会 Charles下注4万 Nick反手秒推了O印 这手牌Charles的顶对顶踢啊 即便看到O印 他也不会害怕 第一 这赔率肯定是够的 第二 这一手牌 也就是输一手A钩啊 Charles秒call下来 两次发牌的话 不知道Charles能否赢下其中的一回呢 40万的巨型底持 大概率分钱的牌面 只有一张黑桃 能刺激到尼克埃尔布的心跳啊 来看结果 第一次发牌 哦 转牌黑桃来了 呵呵 Nick慌了吧 合牌 哦 还好还好啊 一张草花钩 Charles里胜利最近的一次 第二次草花 好 结束了 两人分钱 你可自己也是摇了摇头啊 有惊无险 继续来看排名第二十的这手牌 来自于达拉斯小牛队的大总管Bob 翻前Bob用K圈不同色做的夹注被Ossie的A勾黑桃给推了回来啊 Bob不服 K圈再做四败 38000刀 K圈对上A勾 A勾似乎不打算放弃 最终Ossie的A勾还是call了下来 底驰78000刀 既然是大底驰啊 那肯定是有非常离谱的冤家牌 翻牌883两张黑桃 这怎么看也不像是一手冤家牌啊 Ossie拿到了A花听牌在这个宫内面 Bob是完全miss了 这种情况下还能诞生大底驰啊 那么大概率Bob是要选择激进的进攻的 不然的话底驰很难被做大 翻后Bob果然是选择了继续下注啊 而且这一枪还不轻 8万刀的底驰 Bob做了半驰的下注 这手牌Ossie啊 目前还不能推 因为他如果推的话 Bob是肯定要盖牌的 这个底驰啊 就不会变得那么离谱了 肯定转牌啊 是有什么恶心的东西被发出来 Ossie翻牌面继续跟住 被动一直在挨打 但是他有很强的一手后手听牌 转牌红桃3 牌面单8单3可以做成葫芦 这还真的是给了Bob去偷驰的机会 可是Bob转牌并没有打 Ossie呢 这里会做Semi Bluff下注呢 还是担心吃到对手的check race选择过牌呢 Ossie这一手牌似乎啊 一直在防守 转牌还是选择了过牌 也是 在这个非常容易做成葫芦的牌面啊 葫芦似乎没有那么香 最终合牌一张黑桃石 Ossie做成了葫芦 现在就要看 如果Bob选择下注啊 来扮演一手葫芦 Ossie会不会信了 来了 Bob开偷 16万刀的底持 下注多少 取决于他在扮演是3啊 还是8 12万刀 啊 这是想去演一张8了 可是扮演一张8 其实这个下注还是有点偏小 一般来说 推出一个满持啊 会比较像一点啊 Ossie需要跟住12万 来抓对手的bluff 而这个时候 Ossie啊 他做出了一个更大胆的举动 他并没有选择跟住 而是选择了all in 他希望如果对手不是一张8 而是一张3的话 自己可以凭借着这首铜花啊 做成一个bluff吃掉底持 无论是哪一种 他都赢了 哇 继续往下看 排名第19的牌 来自于台湾牌手安蒂 安蒂翻前只有一手圈8不同色 但是他面对大布莱姆的 CodeS啊 他决定要用这一手脏牌 搞一下对手 他肯定没想到大布莱姆的牌啊 这么大 紧紧盯着大布莱姆啊 他希望自己的四败可以成功 但是 哎呦 这为什么拿着CodeS 仅仅选择了平扣啊 没必要啊 这手牌翻前啊 应该是可以结束战斗了 战斗被拉进了翻后 翻牌780 安蒂只有一个中队 但毕竟翻前啊 WM选择的是跟住啊 如果是一手AK的话 安蒂在想自己的进攻 或许能够奏效 翻后继续打 24000的坡打1万 大布莱姆紧紧拿着CodeS 选择了跟住 他应该是在钓鱼吧 转牌一张翻块 大布莱姆继续过拍慢打 这种牌面啊 他不可能会认为自己的CodeS落后啊 而安蒂呢 反而可能还在想啊 你拿着AK 还想在这免费的看牌啊 所以安蒂很有可能会 继续进攻 转牌经过了一个比较长的思考 安蒂果然没有选择过牌 跟对手摊牌 还是想要在转牌结束战斗 转牌这一枪 啊 三万五千刀啊 离一个满池啊 也不远了 大布莱姆的口袋Ace还不着急 他这还是打算继续去扩 你怎么打我怎么接着 这时候安蒂开始有点纳闷了 连续两枪都没能够打走对手 AK真的这么顽强吗 合牌一张红桃五 大布莱姆继续过牌 这时候安蒂问了问 大布莱姆后手的筹码量 他现在担心的可能不是AK了 可能是他担心大布莱姆会不会中石了 那么自己的一对八肯定是不够大的 这个时候安蒂就需要通过一手强进攻啊 来强行夺取这个底石了 他希望可以凭借自己一个超时的下注 来干掉一对石 哎呀 这么干燥的牌面啊 大布莱姆又怎能放弃掉自己的Ace呢 这一对Ace的慢打呀 要给他换来一个非常丰厚的报酬了 核冠在催促着大布莱姆 你的行动时间不多了 大布莱姆支付出了时间牌之后 他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来思考 有结果了 他扣了 底石最终被锁定在了40万刀 这手牌安蒂的判断真的出现错误了 当然啊 也是大布莱姆翻前的这个跟注啊 完全迷惑到了安蒂 安蒂肯定在想你要是AAKK翻前又怎会屈身跟注呢 这手牌大布莱姆打得漂亮 继续来看排名18的这手牌 来自于艾伦凯定 还是凯定 翻前汉子哥A10黑桃做的 Race啊 13000刀非常的大 斯丹利这是汤老板还是崔老板啊 A勾不同色 选择了跟注 老魏的一手A钩也选择了跟注 疯子Kitting39红桃也扣了下来啊 他要来赌命吗 翻牌2310 红桃只有一张 艾伦竟然都能走到最后啊 翻后汉子哥拿到顶对顶踢 这个牌面非常适合继续进攻直接收持啊 而且其实一对石也算比较大了 毕竟翻前几个跟注啊 很有可能有人啊 会拿到什么口袋7到口袋9这样的牌啊 那么这一对石啊 或许还能拿到不错的支付 王二的底池 汉子哥下注一万八 两个A钩应该可以走了 老汤已经走了 老魏呢 老魏的A钩也盖掉 就剩下了风灾了 哦 他是中了一对三啊 有中牌就有call的理由 转牌可以去追一张红桃或者是一张球 转牌红桃来了 那么毫无疑问 合牌见 汉子哥跟艾伦肯定打牌啊 也很长时间很多次了 应该也非常了解艾伦肯定 知道他拿着脏牌啊 溜进底池的概率很高 所以他转牌下了重注 希望可以凭借自己的顶顿顶梯 直接在转牌把底池收下来 但是艾伦呢 四万刀买个花 还是买得起的 艾伦经过短暂的思考 他数出了需要跟住的筹码并丢了出来 战斗来到了最关键的盒牌 盒牌并没有红桃 而是一张草花溜 艾伦肯定虽然是有摊牌价值啊 可是只有小小的一对三 他能赢的也只有一对二啊 这个时候的汉子哥还在考虑 究竟艾伦是用什么牌跟到的盒牌啊 但是对手既然盒牌选择了check 那说不定啊 真的是只有一对八一对九 所以汉子哥 他做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价值下注啊 相信我 这绝对不是一手bluff 而真的是一个价值下注 而艾伦肯定怎么来看这手牌呢 天呐 他选择了跟住 他觉得汉子哥啊 或许是拿着H&AK在这偷驰呢 这手牌 艾伦真的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这个底持啊 四十三万两千刀 风子艾伦 他只有一对三 没错 真的只有一对三 好继续往下看 排名第十七的这手牌 最大底持系列 又怎么少得了黑手Miggy呢 这手牌Miggy和汉子啊 两个人是杠上了 MiggyA圈座的家注啊 被汉子拿着AK推回了五败 面对一个六万刀的五败 Miggy后手的二十万 似乎是一个杠杆啊 他希望可以直接撬动对手 Miggy啊 他选择了跟住A圈花五万刀来跟住 实际上真的有点勉强啊 完了翻牌 A4K7 汉子拿到AK两对Miggy呢 拿到顶对 这或许会是一个血腥的三连之父啊 汉子翻后并没有选择去过牌做埋伏 而是直接下注 四颗一万的大筹码 Miggy秒扩 转牌 啊我都不忍心看下去了 这个牌发的太恶心了 Miggy转牌拿到A圈两对 那毫无疑问啊 直接干光了 哦真是活见鬼了 这牌怎么能这么发呢 Miggy的脸色铁青啊 他知道自己已经凶多吉少了 只有一张圈可以救自己呢 太难了 他还在说啊 如果不是这一张圈啊 我可能不会去跟住啊 真的是该我输了 最终合牌 一张方块三 Miggy 输了个金光啊 继续往下看 Kitting Kitting 还是Kitting 巨型抵持制造机 翻前 火星哥武器黑桃夹注到4000 Hanks的AK选择了跟注 Kitting专位的高五方块也选择了跟注 三B位的JR也没有走 一手勾七红桃 四个人的战斗 两个人有勾 会是因为一张勾撞出的火星吗 真的是一张勾啊 而JR呢 拿到勾七两对 Kitting不但中勾 还有一个铜花听牌啊 这样的牌确实太容易造出一个大地池了 JR勾七两对先手过牌 他在等待一个下注 火星哥用一对棋打了7000 Hanks的AK只有一个后门的铜花听牌啊 他选择了跟注 看到一个下注一个call Kitting的铜花听牌 不对 应该说是带队买的这手花 直接加注到了3万 这样跟注 火星哥快走吧 这牌 这牌 Hanks肯定也是很难去call的动啊 Kitting和JR的战斗 转牌 还好是一张草花 但是既然是大地池系列 那么盒牌啊 肯定非比寻常 嗯 不是盒牌的事儿吗 转牌 Kitting就推了吗 41万刀 这里应该是搞错了 Kitting手里没有那么多红色的筹码 最终经过统计 Kitting的JGOIN啊 价值17万7千 而JR的勾起两对肯定是哪也去不了 他选择了跟注 44万5千刀的底持 两人选择发两次 一张方块可以救Kitting的命 将要输光的Kitting啊 笑的却这么灿烂 他真的不在乎啊 第一次发牌 合牌一张圈 JR赢 Kitting还有机会 第二次发牌啊 方块有吗 没有一张黑桃 恭喜JR赢下这个44万刀 刀的底持 送艾伦Kitting回家 继续来看排名第15的这手牌 还是JR 456700刀 这手牌是怎么来的呢 是一手AA撞KK WM的KK做的4败25000 JR推出了一摞厚厚的筹码 5败到了10万 WM呢 他在赌 他在求上帝 JR手里千万不要是AA 所以呢 他推了 所以天不遂人愿啊 JR真的是AA WM也真的后悔 底持也是真的大 JR希望只发一次牌一次牌定胜负 他知道自己大幅度领先 只要躲开那两张该死的K 就可以收下这个底持啊 翻牌 八勾圈 WM还是需要自己的K 转牌 K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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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无情的掉了出来 天哪 当然JR还有的翻 一张10或者一张S可以救他的命 合牌 一张红桃5 这对于口袋S来讲啊 太痛了呀 DoubleM 一手KK的Bad Beat 赢下这个巨型底持啊 TableM再一次上榜 也是JR再一次上榜啊 接着看 排名第14的这手牌来自于汉子哥 46万7千刀 翻前OC的一拳加注到4千 Kidding装位AK 300到2万 汉子哥的K圈啊 打的有点太过于疯狂了 400到5万 K圈对上AK 一张K就可以给汉子哥判死刑啊 Alan Kidding选择跟住 抵持10万 翻牌 又是一张K引发的血案吗 还不是K啊 WOW 不会是后门的铜花吧 因为两张方块啊 而两人呢 恰好是一手方块K和方块ACE 这一张转牌恶心了 一张方块7把两人发成了大冤家呀 汉子哥的K花听牌 并没有下注啊 Kidding呢 也不打 那盒牌呢 相信大家都猜到了 没错 就是一张决定生死的方块啊 当然啊 咱们只能说 汉子哥这手牌 还好没有把自己所有的身家全部都压进去了 不然这个抵持啊 要直接上百万了 抵持10万 汉子哥下注6万 这Kidding当然啊 要往回推 具体推多少呢 推出一个方块圈或者方块K啊 无法拒绝的下注 A bet fold here the way that this hand went down so 3x with a shaky hands 一轮5000 两轮5000 Alan Kidding最终加注到了18万 标准的三倍啊 今晚注定是个不眠之夜 对于汉子哥来讲 也是一场噩梦 他跟了 46万7千 恭喜Alan Kidding 并接着这手究极冤架牌 赢下这个大底池 好排名第13的这手牌 疯狂的汉子 这是一手KK撞AK 汉子的KK做了2万的四败 但是JRB呢 他拿着AK直接推出了O in 一个O in和一个call 把这个底池 从2万 从2万瞬间拉到了46万啊 不是我不明白 这世界变化快 两人选择发两次看看谁的运气更胜一筹 毫无疑问啊 KK是大幅度领先的 第一次 有A4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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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转牌 分块3 和牌 哦呼呼 JRB JRB 这都有的翻吗 太溜了 哇 行吧 那这手牌大概率是要分钱了 第二次发牌 六十钩 不是吧 只有给了JRB一个圈奥斯 C 天呐 KK 真的会悲剧吗 和牌 哇 连JRB都不敢相信啊 他埋下了头 汉克 看到现在十几手牌啊 这好像是最悲剧的一手牌了 天呐 好 那么随着这个四十六万九千道的底池 被JRB连续两手Badbit所收下来啊 这期视频就先告一段落 至于后面那个十二个更大的底池啊 咱们留到后面接着看 下期再见了